种植多肉十大务区 多肉不喜欢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东哥 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个多肉是生活在沙漠里面 如果是一个沙漠里面的植物 首先它肯定是非常的耐旱 于是呢 咱们就说这个多肉呢 它是不喜欢水的 养护多肉的时候呢 给它表面喷点水啊 稍微简单的给它浇一下 就不敢多浇 那如果多肉是一个不喜欢水的植物 那它这个叶片里面 水水嫩嫩的 这些水分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了迎合这种沙漠的气候 多肉植物形成了全新的一套生命体系 在有水的时候呢 它会用根系尽量的吸水 然后把这些水分 储存在自己的叶片里 没有水的时候呢 它会吸收自己自身储存的这个水分 来维系自己的生命 那多肉植物用根系来吸水 叶片来保持水分 如果我们浇水不到位的 必定会造成多肉的叶片干瓶 深细枯纹 多肉植物最佳的生长时间 是在12度到28度左右 在这个温度区间呢 我们完全可以参考多肉植物 干透湿透的浇水原则 在浇水的时候 尽量的把盆土浇透 在盆土完全干以后 再进行下一次的浇水 而在12度以下 28度以上 也就是说冬季和夏季 很多的多肉 都会进入到休眠的状态 那在这个阶段呢 多对外部的这个水分需求不高 在冬季和夏季呢 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控水 多肉并不是不喜欢水 只有我们掌握好了 它的浇水原则 和养殖方法 可能把多肉养得又大又饱满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 拜拜